今天的依知国股推介是华润啤酒291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选原因 就是啤酒行业消费升级 加上政策的支持 具有中长线的投资价值 华润啤酒受惠于高端产品贡献增加 盈利高增长的趋势会持续 润啤的业务主营生产销售和分销啤酒产品 其中华润雪花啤酒是全资附属公司 华润啤酒近年积极推进高档化战略 高端业务销售增速去年明显加快 管理层上个月透露目标今年的高端业务销量有三成增长 因此市场预期 润啤今年盈利保持高增长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润啤今年度的盈利预料达到33亿1千万人民币 按年增长近五成八 走势上了 华润啤酒年升四个